呼噜博士只会听出来 呼噜呼噜,呼噜天使来了 猜猜,我在哪儿啊? 啊,答对了 今天啊,我来呼噜为什么啦 这几天,有好多小伙伴加入了我们的呼噜家族呢 呼噜天使太开心了 喜欢听我讲故事的宝贝,要经常来呼噜哦 十四 为什么体温计里的水银柱不会自动下降 不知道同学们认不认识体温计 它可是家庭必备的医学物品 可以测量我们人体的体温 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医生会拿体温计 去测量病人的体温,看病人是否健康 细心的同学会发现 体温计感受到外界的温度之后 会立刻做出反应,确定出度数 我们用过之后,一定要用力地甩几下 体温计里面的水银柱才会降下来 奇怪了 为什么体温计里的水银柱不会自动下降呢? 任何问题都难不倒呼噜天使 今天,呼噜天使来解答解答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体温计 它瘦瘦细细的 里面的水银柱和水银球相接的地方更加细小 所以,当体温计感受到外界的温度时 如果太热,它就会乖乖地升高 怎么升高呢? 就是水银球里的水银 会从这个细小的峡口处挤上去 到达它感受到外界的温度时